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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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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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就要来了 对你没什么好处 你得上山跟我们打游戏 听见没有 赶快收拾行列 赶快收拾行列 快点 快点快点 快 dot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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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理 重打来电话说 教授们都安全专移了 好 其他的同事怎么样了 客厂的工会 已经把工人组织起来了 纠茶队日夜值班 保护厂区和机器设备 他们表示 绝不让敌人得逞 老李 情况有变化 白宫馆和渣渣洞的人都撤走了 华子梁也和星际杂货铺失去了联系 敌人 提前动手了 我们要设法 尽快了解渣渣洞和白宫馆的情况 好采取对策 同时 我们要保护好重庆这座城市的 交通 邮电 工厂 学校 和其他重要设施 要排除一些困难 配合解放军的行动 我一直担心 白宫馆和渣渣洞的同志们 现在 他们将面临 极大的危险 李清初 杨玄敏 出来 叫号了 快点 陈岚 五号 出来 叫号了 快点 请吧 快点照顾瓶 主安帝 有人告诉我你的近况 我感到非常难过 孩子给你的负担 的确是太重了 依你仅有的收入 不知把你拖成什么样子 而我除了伤心之外 就只有恨了 我想你绝不会抱怨孩子的爸爸和我吧 我们到底是湖口里的人 生死未定 假如不幸的话 云儿就送你了 孩子绝不可教养 粗衣淡犯足矣 叛教以踏着父母的足迹 以建设新中国为之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就这样吧 愿你们都健康 兔佐 潜伏游击队来电 他说华子梁逃跑了 这个老东西 他居然装疯卖傻 怎么骗了我们这么多年 无法换成现在 才华子梁逃跑了 台湾 剩下的 小华子梁逃跑 这个居然装